中央设计者郭芷萱平东县19日电 屏东县政府为解决阅读空间不足与提升下一代竞争力 将县文化处整建为总图书馆 预计12月动工提供700个以上阅读座位 县长潘孟安并说 县府也将扩建屏东市立复兴图书馆 屏东市区的图书馆除了位于文化处三楼的县立中正图书馆 还有县立接受图书馆及市立复兴图书馆 每到考系考生大台长龙站位置根本不复使用 潘孟安今天召开记者会宣布总图书馆将在12月动工 明年10月底完工 由县文化处建筑整建整栋五楼建筑将扩建位图书馆 潘孟安表示 位于屏东文化处三楼的中正图书馆 是屏东县内规模最大的公共图书馆 成立已超过30年 管设空间不足且设备老旧 整建后将有最现代化的阅读空间 除此之外 潘孟安并表示 将扩建位于屏东市建南路复兴公园内的屏东市立复兴图书馆 民国83年新建的复兴图书馆空间 市民反应不复使用 而且漏水县政府将与市公所合作 搭配公园的树林景观 扩建现有图书馆 让复兴图书馆成为森林里的图书馆 负责总图整建的建筑师张马龙表示 总图总楼地板面积约2464平 是老建筑融入新生命的绿建筑 将有700个以上座位 有儿童、青少年、月灵以及多元文化与屏东、文学等设置专区 另规划青石区、三楼阳台景观区 提供得来素孩书服务 满足各年龄层民众终身学习需求 文化处长吴景发表示 因应管车搬迁与闭关整建 11月1日起中正级介绍图书馆全面停止介约服务 11月1日至10日还书在一楼环书乡 11月11日起 介绍图书馆提供200个阅览席次 让民众阅读自修 并与屏东县各国高中及庙宇合作 与考季开放自修教室工学自利用 原在中正图书馆馆内的各类型展场 明年度起将使用屏东美术馆策展 1061019